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大促的相关报名攻略及准备前期的细节问题。 1.速卖通双十一大促报名技巧,及注意事项。 2.补招。补招分为两块。线上补招和线下补招。 其中,线上补招。卖家可从后台直接报名。线下补招。需要向小二发邮件或者站内信进行报名。 3.购物券。购物券可设置为满十五至二。满六十五至六。满一百五十至八。但建议卖家尽量选择低门槛。 4.站内活动设置技巧。首先,优惠券。主要涉及满减。优惠券。金币。优惠券可以与单品优惠。优惠券。 4.满减优惠等别加使用。也支持跨店使用且上不封顶。优惠扣减的顺序逻辑为单品折扣。店铺满减优惠先满减折,再满力减。店铺优惠券购物券。 所以卖家们一定要计算好自己的利润。避免优惠设置错误。得不偿失。商品之间的优惠搭配。 建议是老带新。以给新品积累更多好评。 4.的频道每天至少发布10个帖子。如粉丝专项活动帖。买家秀帖。营销邮件可发拼图信息。 联盟营销提高重点产品的联盟用金。30天除窗提前两周用。并倾向于爆款和全力款。直通车提前两周开。 注重转化。没有转化就想办法补单。直通车只开核心产品以及对应的行业核心关键词。 4.站外活动设置技巧。站外营销主要是Inz。YouTube。VK进行网红营销。 站内。站外。优先做好站内营销。有多余精力的话,再拓展站外。 2.如何利用速卖通双十一培养新的潜力款。做好本次双十一大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爆单。 也是为了给店铺增加新鲜血液。添加新的潜力款。 因此。大醋之前的选款工作依然重要。 建议卖家尽量选择三个月内发布的新品为潜力款培养对象。选出三到五个特别有潜力的款。 重点做的单品突破。潜力款在做推广时。 可选择直通车推广。 刺激老客户下单。 网红下单。 普丹等方式。 维持稳定转化。 提高核心关键词排名。 积累销量。 好评。 晒图。 助推潜力款成长。 三。 速卖通双十一大促出单。 产品清单。 一般来说。 在双十一出单表现不错的产品为频道招商通过的商品。 平台活动产品。 大促单品折扣商品。 其中。 频道招商通过的产品获得的是一级优质流量。 参加的活动主要是FD。 额团。 品牌闪购。 听传活动。 平台活动产品占据了二级优质流量。 主要活动表现形式是广交。 新品。 补招。 高折扣。 买赠。 大促单品折扣产品占有了三级流量。 这是海量卖家争夺搜索流量的必争之地。 而没有报名任何活动的商品。 就没有搜索家权了。 只能量量。 以上就是朱老师对卖家朋友备战双十一的一些建议。 希望能对卖家朋友有所避意。 双十一年度大促。 是一年中最为流量聚集大促。 错过一次。 再等一年。 大家加油。 冲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